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介紹一個非常經典 非常重要的知識 直角三角形在斜邊上取高 它有一個俗稱叫做子母定理 可是我自己在上課的時候 我都盡量的捨棄這個定理的名字 稱它為直角三角形在斜邊上取高 因為我希望學生不要只是記得 子母定理和子母定理的公式 好像聽說子母定理有三條公式 聽說子母定理有九條公式 但是其實那個都是多餘的 它就是直角三角形在斜邊上取高 利用相識形所推導出來的一些結果 那我不鼓勵去背公式 為什麼呢?因為你背了公式之後 你要是記錯了 你也不會知道啊 因為你只是背起來而已嘛 白日衣山靜黃河怎麼樣 不知道啊 對不對?你沒有真的了解它的道理的話 那就沒有意義 那你如果要讓自己不會記錯 你就要了解它的道理 你要了解它的道理的話 你又何必背公式呢? 來 所以讓我們把它塗掉 堅持 我現在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ABC是直角三角形 也就是上面角A的地方是直角 那接著 對這個斜邊 BC是斜邊 從直角對斜邊取高 也就是這裡又是一個直角 那這樣會有發生什麼事呢? 那我們在相似形的時候有所謂AA相似 然後我們在前面介紹到怎麼樣的話 會有兩個角相同 在這裡就會看到 這個角C我們假如說是一點的話 那麼這個 因為這裡是直角 所以這裡就是XX 然後因為角A也是直角 那角C在這邊 來 這個這個直角 所以角C這一點跟XX是互與的 他們兩個加起來90 那現在因為角A本身也是直角 所以角C和角B也互與 所以這裡也應該跟他加起來90 那這裡也是XX 在我們第一次前面都還沒有 做過這一個 在相似形裡面沒有做過這個證明 所以我們來多寫一句 就是說因為 這個 A珠 A珠 直角 三角形 A珠 C與 直角 三角形 ABC中 因為角A珠C等於角BAC等於90度 所以角C加角珠AC 就會等於角C加角BAD AAB AAB 角B 所以角C加角珠AC 就是點跟XX 我們角C用綠色 它就會等於90度 角C加角C加角B 所以就會得到 花這麼大力氣就是為了這個 角B等於角珠AC 就是為了 這兩個XX的我可以 有很多去看的 第一個 這個 這個 我們好 所以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知道 其實這個圖形裡面 直角三角形斜邊上取高下來會出現三個相似三角形 有沒有注意到 這一個等於 這一個 這個角在左邊這個三角形也有 左邊這個三角形是由 綠點叉叉和直角構成的 右邊這個三角形是由綠點叉叉和直角構成的 左邊這個三角形也是由綠點叉叉和直角構成的 而其實最大的這個三角形 它也是由綠點叉叉和直角構成的 對不對 那麼所以 我們可以直接寫結論 因為該出來的角相等都一樣了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寫結論 這個 三角形 ABC 如果講三角形ABC 那A是直角 B是XX C是綠點 它就會相似於 如果以右邊來說 直角是珠 再看一次喔 直角 XX 綠點 直角 XX 綠點 所以是珠AAC 那麼如果是左邊這個呢 它是 直角 XX 綠點 珠BA 這裡 這裡有三個三角形是相似的 可以嗎 那麼從這裡我們就可以推論出來 對應邊把它對起來齁 所以 我們可以簡單來說齁 這個綠邊對面是短的啦 對不對 我們以這個上前來看吧 綠邊對面比較短一點 橘邊對面比較長 所以我們這個叫短骨 這叫長骨 這是斜邊 好那我之前有講過 就是說如果你要認這個相似型的對應邊的話 用角的對應邊去看嘛 對不對 綠的對應綠的 橘的對過來斜邊 綠的 橘的斜邊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看一下 你看 綠的對過去A珠 這個綠的對過來是B珠 有沒有A珠對B珠 然後橘的對過去 橘的對過去是C珠 這個橘的對過去是A珠 好 所以在這邊是C珠和A珠 對不對 頭尾這兩個 好 然後斜邊 這個斜邊AC 這個斜邊AB 是後面的這兩個 所以都有對到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就是用這個相似 用對應邊來寫 寫A珠比B珠比 那在大三角形裡面是哪一個 好這可以問學生 我如果要寫相對應邊 在右邊這個A珠 在左邊這個B珠 A珠對到B珠 對到大的這個是哪一個 那你應該要 學生應該可以觀察出來 他就是綠邊的對應邊 綠邊的對應邊 所以大三角形裡面 綠角啦等等 綠角的對應邊就是AB 所以 AB 比上 AB比上這個 剛才 珠AC這個 是C珠 那其實我看這裡就可以了 對不對 AB比A珠這個是B珠 就會等於是 另外一個 局編對到的 局編對到的是AC 比這個 C珠 比這個A珠 然後就會等於是 寫的優點 大 沒關係 沒關係 來 AB比 大三角形裡面 AB 就綠的對邊 AB比上 這個裡面是A珠 比上這個裡面是B珠 AB比A珠比B珠 大三角形裡面 橘的對邊 AC比上這個裡面 C珠比上這個裡面 A珠 大三角形裡面 斜邊 BC比AC比AB 又或者我們剛剛說 你可以從那個 相似型的斜法裡面來看 AB比A珠比B珠 都前兩個 對不對 再來什麼 AC就頭尾 C珠比A珠 再來後兩個 BC比AC比AB 都可以 那你如果能夠比出這個 其實你已經 這個部分的知識你已經學了大概六成了吧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啦 那只是說我們要更流利的去使用它 所以會把這個筆拿去做一下轉換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只看左邊和右邊的話 那在這樣子的比例裡面 特別會被留意到的就是 綠的比橘的和綠的比橘的 所以我們再來寫一次 在左邊這個三角形和右邊這個三角形裡面 綠的比橘的和綠的比橘的 所以我會得到的是 三角形 AC珠 三角形AB珠中 這個A珠比上C珠 綠的比橘的會是B珠比上A珠 那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呢 就是因為這個時候 你如果做內向相乘等於外向相乘的時候 你會得到A珠平方等於C珠乘B珠 也就是中間這個平方會變成這邊乘這邊 那你說這個要不要背 那我的意思齁 對這些公式齁 就是這個算是進階型的 計算上的這個進階技巧 那我對他的態度就是說 你現在知道有這回事對不對 所以就不用背了 那你多做齁 那多做之後 有一天你真的有需要用到 你忘了是什麼 可是你知道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你很快的找一下相似型 這個跟這個相似 所以這個比這個是這個 是這個比這個 你寫出來你就整理出來 你知道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什麼 他在追求的就是 他在追求的就是 就是利用一條公式把中間這一條變成左右兩邊 用這兩邊來算 所以就是說這個平方是這個 這個乘這個 那甚至有人會把它變成A珠 會等於根號的C珠乘B珠 那你說開這個根號 又多一條公式有沒有 不需要這樣子記 就同一回事嘛 懂嗎 那比 是可以 比是 我剛剛為什麼說 有人說公式三條 有人說公式九條 比就是一條公式啦 那比是一條公式 你還可以化成什麼 化成分數嘛 C珠分之A珠 會等於 A珠分之B珠 哦這樣又一條公式啊 對不對 然後交叉相成完 寫成 成績的 又是一條公式 在這裡先跟大家講 那所以這個 這樣就三條對不對 好那 這三條公式其實都要講一件事嘛 那其實我們等一下還會有另外兩件事情 所以總共就九條 在這裡跟大家講 一個道理就是說 我們在看數學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他 要你去求 或者是你自己覺得你好像可以去求出一種 成績 成起來會怎麼樣 比如 A乘B 就講 A乘B 如果有一天你發現你好像需要去證明 A乘B會等於C乘D的話 或者說題目問你這個對不對的話 那很有可能 他是從哪裡來的呢 他是從 你把它各自除下去 他可能是從 A分之C會等於 D分之B來的 當然也有可能是從 A分之D 會等於C分之B來的 就是他把它交叉相成過了 那這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個很有可能是 比例來的 也就是 A比C等於B比 珠比 B A比C等於D比B 或者 A比D等於C比B 可能是這樣來的 也就是說 你要求成績跟要求分數跟要求比例 很有可能是同一件事情 那我們在整個國中所學到 尤其幾何裡面最容易抓到有這種比例關係的 其實就是相似型 所以如果你是在幾何問題裡面發現你需要去證明一個 成績會成立 這兩個東西成起來等於另外兩個東西成起來 或者說你需要去證明兩個分數會相等 或者說你需要去證明筆會相等 那可能都是要從相似型去推論的 像你現在看到的這樣子 這其實同一件事情 寫成這樣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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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我剛剛為什麼我說不用背 你背了你就要背九條啊 對不對 那你說我背一條 我知道其他三條是其他兩條用這個推的 那也可以啦 那何妨就乾脆連哪一條都不要背 你直接知道什麼 你直接知道他是從相似型推的 現場趕快推 你越推越 你推的越多次 你就會越熟練 你就越不會錯 那你用背的你都不去推論 你就越不熟練 那就是我說的你背錯你也不會發現 那麼除了現在我們看到這一條之外呢 還有什麼呢 好 直角三條形斜邊上曲高 那我們剛才看到的是 我剛剛說 這三條都是有目的的 特別 特別舉出來的三條是有目的的 那不然的話我直接寫成像這樣子 就是比比比等於比比比等於比比比 這樣就可以了對不對 特別去把它舉出來說 什麼 A珠平方4C珠乘B珠 那是因為他有一個特別的用途 就是算這個長度 可以用這兩個乘機乘起來 再開根號來求這樣子 那所以還有另外一個有特別用途的 那你會發現呢 這種有特別用途的他是怎麼來的 他就是在兩個比例裡面都出現了 那當然不會出現在兩個比例的同一線 因為如果A珠比C珠等於A珠比B珠的話 那C珠就是B珠啦 那這兩個三條形不是就應該一模一樣了嗎 但是不是嘛 所以他等於在兩個比例裡面都出現 但是都出現在不同項裡面 所以除了剛才的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是 如果用的是這一邊 換一個顏色 就綠的對邊就用綠的 你看這個綠的對邊呢 綠的對邊 在這裡有一個綠的對邊 那這兩個的關係 這兩個的關係 是綠的對邊和斜邊嘛 那所以你去找另外一個他也是綠的對邊的時候呢 就是大三角形裡面綠的對邊和斜邊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AB很特別 他在大三角形裡面擔任的是綠的對邊 但是他在小三角形裡面擔任的是斜邊 那這樣就是構成我們另外一個特別要提的 也就是在三角形ABC和三角形AB珠中 我們先看ABC裡面 綠的對邊和斜邊是ABBCBC 他會等於三角形小的這個綠的對邊和斜邊 要寫對應喔 所以你要先寫B珠 比AB 可以嗎 你如果要寫嚴謹一點 你上面寫相似型好了 那ABC的相似型其實是 珠B A 珠B 好那我們寫這樣 因為 所以 對不對 因為相似 因為相似 所以有這個比 我們剛才這個也稍微調整一下 如果你要炒筆記的話 那我們這裡也寫相似型 剛才是左右兩個嘛 所以左右兩個的話 A C 我們寫A C D A C D A C D是橘的綠的直角 橘的綠的直角是B A D 所以如果你剛才沒有把它抄到你的筆記上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你抄一下囉 按個暫停抄一下啦 那你說 那我一直在換這個紙 你就多畫幾次嗎 不會死啊 對啊 這這麼重要 我是因為我懶得一直重畫 所以我才這樣子 一直換 你就把它多畫幾次啊 正一次就畫一次啊 那多畫幾次你就記起來啦 那說實在話 我自己在上課 我都叫學生抄筆記的 你在抄的時候 自己在內心裡整理一遍吧 這也是很好的學習過程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取得了 在大三角形裡面 綠的就是我們剛剛講短骨 短骨比斜邊 短骨比斜邊 所以B珠 AB比BC會等於B珠比AB 那於是又一樣 就是那個內向相乘 對外向相乘 或者說我們先畫成分數 先畫成分數的話 是BC 分之AB 會等於 AB分之B珠 然後交叉相乘 一樣的意思啊 總而言之AB平方 等於BC 乘以B珠 那於是一樣也有人會說 AB 會是根號的 BC 乘B珠 我絕對不會叫我的學生 就是考這個 然後叫他背出來 來寫出子母定理有三 不管三條九條還是幾條 還是我寫這個他要寫這個 我都不做 但是需要用到的時候 我一定會跟他說你要知道要怎麼推論 我一定要求到他一定能 他要能夠推論 你真的去背 背到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 沒意義啊 那是你背英文嘛 對不對 那你一定要知道他是為什麼 那你既然一定要知道他是為什麼 你就一定要反覆的一直去推論 一直去推論 所以去背這個結果是沒有用的 你要做的就是很了解他這樣子推下來的過程 然後在心裡知道說 因為他是相似型 那即便考出來的時候 我剛剛講你忘了好像是怎麼樣 但是沒關係 我記得他是相似型 所以呢 現場來去推一下 剛才說了 中間這個 等於左右兩邊相成 是剛才我們那個第一個的目的 那第二個他目的 他為了他為了什麼而存在呢 他就是要讓AB變成 這個對這個 就是以B為 以B為 假角 AB會是B珠乘BC 你記一個大概 就是好像跟什麼有關 好像跟AB平方有關 相似型好像是抓這個和這個 你記這種概念 才是真的有用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在對面 A C 那AC在大的裡面是長谷和斜邊 所以一樣 這次抓的是這個 他在這裡面是斜邊 然後長谷會變成橘的對面是這個 所以其實跟左邊那個綠的有點對稱的感覺 所以我們來寫一下 因為三角形ABC相似於三角形 ABC 直角橘的 綠的 這個 相似於三角形 這個 珠AC 所以 在大三角形裡面長谷和斜邊 AC 比 BC 就會等於小三角形裡面的長谷 這個 這個 C 珠 比 斜邊 AC 可以嗎 內向相似等於外向相似 那麼 於是 或者是 好 懂嗎 就這樣啦 就這樣子啦 那他的追求的就是 讓你得到這個的平方 是這個 乘這個 開根號 不用開根 平方就沒有開根號 這個平方是這個乘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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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大概有一個印象 是要變成 好像是 類似這樣的東西 好 然後用相似型來推 然後讓自己常常推 那其實在這裡 除了 我們在這裡看到 除了說會有很多題目之外 在我們後面學了圓之後 圓有那個 內密性質和外密性質 還有一些圓上的推論 都常常會使用到相似型 都常常會使用到 類似子母定理 這樣子的方式去推論 所以 或者說看起來很像 那所以說呢 這個 就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這一堂課 最主要要教的內容啦 花那麼大的力氣 推論他 就是為了讓大家 熟悉他 熟悉他 習慣他 那麼這是我們這次作業 試著證明 其實我剛證明過了 所以希望你過一陣子自己能夠完成它 好 好 那我們這兩個就上到這裡 好 好